各位同學們,這兩節會和大家看一看如何在實驗上找到一些反應的活動 這一段視頻,第一就是實驗 這個實驗是關於Per-Oxodysulfate和R-Di的反應 另外另一個資料是正統的Lab Menu和裡面的數據 這裡我會和大家討論整個實驗的過程 如何去Port Graph,如何去找資料,以及在Graph上如何應用資料 在這裏,Per-Oxodysulfate和R-Di的反應 最重要是產生R-Di R-Di可以和Starch形成一個深藍色的Compress 但是如果由於一開始就已經有R-Di走出來,馬上變深藍色 我們就很難去比較到一些溫度和Reaction Rate的一些資訊和關係 所以如果大家有印象,我們學R-Di的反應 我們都已經加了一個Clock experiment Clock experiment 這個Clock experiment 就會和R-Di的反應 它會產生一些無色的產品 換句話說,Starch 仍然保留著無色的 那什麼時候會開始有色呢? 就是當這個F-Sulfate已經使用了 F-Sulfate已經使用了 有Excess R-Di產生 而這個F-Sulfate可以和Starch 就會突然間產生一個深藍色的Compress 在這個時候,我們就按停標 OK 按停標 我們就可以找到那個時間 即是轉深藍色的時間 OK 那這個實驗呢 就大致上呢 就是我們嘗試去改動不同的Temperature 然後呢 去Record那個轉深藍色的時間 那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呢? 那因為呢 如果大家有印象呢 那個Ahanes Equation 就牽涉了幾樣東西的 那就是呢 一個的 Rate Constant K 有一個的Ahanes Constant Activation Energy Universal Gas Constant 還有呢 是Temperature 那因為這個的K呢 Rate Constant呢 其實是和Reaction Rate 有直接關係 而這個Reaction Rate呢 也都會和那個 這個 時間 成反比 做一件事的時間成反比 那所以呢 如果我們找到這個時間 即是說我們可以呢 間接找到Reaction Rate 也都間接找到呢 Rate Constant 的 OK 找到Rate Constant K 那所以呢 我們就嘗試呢 得到這個 這樣的 Equation 啦 那 我們呢 就會 得到 這個 這樣的 Equation 啦 OK 那我們 那 我們 可以 由 Sloop 找到 Activation Energy 啦 那這個 上幾段片呢 我們都 討論過的 OK 那這次呢 實戰 我們找一下 情況是怎樣啦 好了 那很明顯 大家需要 去 construct一個很有用的Table OK construct一個很有用的Table 這個Table呢 就起碼呢 我們會有這幾個Role 的 OK 如果要 Port一個Graph呢 座底呢 都要有四 Set Data 四Set Data OK 那 那希望大家呢 都可以嘗試啦 那就找到 四Set Data 那暫時 指上談兵先 那 回到學校呢 就看看有沒有時間呢 我們會做另一個 類似的Crop experiment 的 OK 好 由於時間關係呢 我們很快地做了一個實驗啦 那 然後呢 就拿了兩個 兩個Data的關係 一共呢 做了五Set OK 那我們 就我們 由十一度呢 一路run到 五十六個 攝氏 度數啦 然後呢 這個時間 轉 深藍式的時間呢 我們用秒來去計算 OK 這個一定要統一的 我們用秒來去計算 OK 好了 那我們嘗試呢 就會找其他的一些資料啦 第一個你要找的資料就是 一Over時間 OK 一Over時間 其實是跟K Race Consent 有直接關係的 OK 所以呢 我們就找一Over時間了 那 一Over時間 即是把這個 就一Over它 OK 由於省時間呢 我們就 做一Set 給大家看 那之後呢 我就嘗試公佈了 那麼多 的Data 給同學 好 然後呢 就 Take Natural Lock 1Over T 那你看回那份 Menu呢 它就 Take Lock 10 的 上一段片都提過了 兩個都OK 不過呢 中間欠了一個Constant 2.3 或者2.303 那麼 Take 了之後 的數是 -0.52 那麼 任何東西呢 任何的Data Take Lock 我們沒有了單位的了 OK 這個數值 是 只有一個 數字的 是從來 是不會有任何的單位的 那麼 那不要忘記呢 就Temperature T 我們需要轉回到Kelvin 轉回到Kelvin 轉回到Kelvin Degree Celsius 不可以用來做計數用的 OK 那所以11度呢 即是說 我們要加回273 那所以呢 應該是284K 那麼 那最後最後 那麼我們需要呢 Take 1 over T OK Take 1 over T之後呢 那Kelvin呢 單位變成是 負一次 OK 那麼 這個是3.52 乘10 的負三次 的 OK 那麼大家可以試一下呢 就跟我這個Table 嘗試呢 就處理了 餘下的Data 好了 由於時間關係啦 那麼很快我們計算所有的數值了 那麼記得自己試一下 按一按機 那你才發覺呢 有些什麼的地方要特別處理的 那有幾點要提一提 第一點呢 就是這裡呢 那麼因為大家都是 就是主要很接近 10的負三次這個order 那所以呢 我們就嘗試呢 將10的負三次抽出來 然後呢 就保留那個數值 而數值呢 我們盡可能呢 都剔回 相同的 少數位的 OK 那麼 盡可能剔回相同的少數位 那麼 剔了Lock 或者Natural Lock 這個變成負數的了 OK 剔了之後變成負數的了 另一件事想提到你呢 就是因為temperature是in Kelvin 那還有呢 因為加了273 所以這個數值呢 都比較大些 那麼你一over之後呢 那個數值呢 就全部 這裡你都見到有10的負三次的 那所以呢 你可以呢 在這兩個case裡面呢 就是這個 和這個 那你可以呢 那你可以呢 將那個10的負三次呢 寫回在裡面 乘10的負三次 我們寫回在裡面 那如果你這樣寫的話呢 都可以省回若干時間的 那麼 就只是報1.47 4.31 如此類推 那這個呢 就只是報3.52 3.33 OK 那這裏成了那個 10的負三次了 那 如果你要寫畫 呢 我們寫這兩個的關係 OK 寫這個 Lock 1 over T 和呢 這個的 就這樣 1 over大 T 的關係 OK 那我也很鼓勵同學呢 真的拿一張 Graph Paper 或者如果你印到呢 那份 Lock 那些 其實你也能夠有 Graph Paper 那些 可以試試 寫下去 那你才發現呢 那些地方呢 要特別注意 OK 好 那我就用一個 草圖呢 跟大家提一提 那這個草圖就是這樣的 因為呢 我們要留意 那個 Data 所出現的 象限 那麼 1 over T 是一個 的 X Axis 那是10 的 負三次的 Kelvin 負一次 OK 這個是單位來的 那 然後呢 Y Axis 因為全部都是負數 OK 全部都是負數 那所以呢 就落了去 這個 這樣的象限那裡 那 那由於呢 這個Axis呢 如果你就這樣 真的由0開始 Pot起呢 那這個圖呢 就會側了一部分 那所以呢 我很建議呢 你可以用一條 蛇仔在這裡 OK 找一條 蛇仔 那這條蛇仔呢 就是把那個 Axis呢 就縮起來了 OK 我們盡量用盡 Graph Paper 不過 留意呢 如果你用了蛇仔呢 那 有些Data呢 你就不太容易去用到 那特別是Intercept那裡 OK 那你找Slope呢 問題不太大 那 那我們 Pot Graph啦 那我們 Pot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會是一條的直線 那 那些點呢 因為實驗不多不少 都有機會 歪了一點 那 嘗試呢 Pot完之後呢 我們找一條的 最Fit 的 直線 我們去 拉下去 OK 好啦 拉完之後呢 我們重點是找Slope 重點是找Slope 那我們呢 就嘗試呢 找兩個 頭尾兩個Point 就你方便 OK 不過呢 我們記住啦 我們畫Point呢 就用交叉畫的 千萬不要用圓點 OK 用交叉畫 千萬不要用圓點 我這裡呢 就展示給大家看 找那兩點而已 那 嘗試在幅圖上 Locate了XY座標 XY座標 OK 那 然後呢 我們嘗試找回它的Slope 那這些 盡可能在幅圖上做了 那 Slope呢 如果 沒有計錯呢 那就會是負 6 3 2 5 留意一下 這個一定是負的 在這個Case裡面 OK 因為幅圖呢 那條線呢 就向這邊斜的 那應該是你熟過我了 那找到之後呢 我們 就 根據回條Equation 根據回條Equation 那呢 你就可以找到呢 Slope其實是和這個有關 OK 那麼 Slope 6 3 2 5 亦都等於 負EA Over R 那你按回機 EA 就應該會是 5 5 2 5 6 1 Jou Permote OK 那這個不是答案 因為呢 兩個問題 第一 那個單位 第二 小數 或者有效數字 位 OK 那我們盡量呢 就轉回它做 Kill Jou 最多四個有效數字 或者 兩個小數位 OK 那這個就會是最後答案了 那 提一提同學呢 就 如果你 這個 Activation Energy 52.6kJ 都可以的 但是 52.561 呢 就衰了 53 就衰了 OK 另一樣東西就是留意一下 Activation Energy 一定是靜的 OK 那 一般都是由幾十 至到 三個位 Kilo Joker 沒有不等 行不行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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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